有一天 阿嬤 開開心心的出門要看孫子 喔 我要去看我的孫子 希望可以安安全全的出門 不怪我們要想喔 你們現在撞到 好家債 後面的車沒撞到 是什麼車這麼厲害 一定是歐洲車 歡迎收看全民風車大 大家好 我是全民視車手醫生 今天要來探討偏見這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 有沒有被偏見所困擾呢 我就有 我來分享一下 我本身是台東人 我記得我以前去讀大學的時候 我跟大家介紹我是台東人 第一個疑問就是你是原住民嗎 第二個就是你騎山豬上學嗎 你才騎山豬好不好 你全家都騎山豬 所幸我後來都隨便回答了 對啊 我都騎山豬上學 而且還要考駕照 餓了之後直接把他殺來吃 而且我有時候還會騎海豚出海 那今天如果以汽車產業來講的話 有什麼偏見呢 相信你是看到標題才點進來的 很多人就會說 歐洲車比日本還安全 日本車比歐洲還要不安全 這是真的嗎 首先我在網路上發現 有很多這樣的言論 例如說這個 你問我為什麼要用Dcar是不是 因為Dcar都是大學生在用的 我也是 好 第一個 這個人叫煩 他說買車要買歐系車問號 他第一句話開宗明義就說 買車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問題 真的覺得一定要選歐系車 雖然外觀啊 美貌啊 都是很重要的條件 但是車體的結構底盤剛性 他覺得比外觀更重要 意思就是說歐系車比日系車還要安全 我們來看看回覆是什麼 B4樓層 他說這大家都知道吧 問題是買得起的 就是少數人 意思就是說他也認同 歐系車的確是比較安全的喔 Dcar第一富豪 他說 XC90自第一台生產至今16年 死亡率為0 好車不買嗎 是真的嗎 好 我們來看看其他論壇 大家都怎麼講 我們來看看 通常支持日系車的人 大概都講什麼 然後第一個就是說 我單純喜歡省油 再來一位 日系車雖然沒有像歐系車 那麼著重內裝跟安全性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也認同日系車沒那麼安全 歐系車比較安全喔 那我們來看看支持歐系車的人 都講什麼 第一位他就說了 歐洲車板經好 車板厚度較高 安全性夠 雖然價位比較高 但如果預算夠的話 我仍然會選歐洲進口車 再來看看下面喔 比耐操比堅固 歐洲車實在生命不能重來 意思就是說 完全認同歐洲車 完全比過日系車的安全性 這是真的嗎 另外還有一些言論比較誇張 比較激烈的 我把它截圖下來了 例如說在PTT上面的討論 這位網友說 Toyota的板經 只要用身體一些力量 就能凹囉 就鋁罐還不承認 炮火很猛烈 是剪刀槍是不是 好 看看下一張 跟溃縮 提到這個就覺得很好笑 溃縮到家死人 截肢 溃縮啥 結論就是 結論來囉 身上有個幾百萬 寧可開歐系品牌 也不選日系 杯杯上高速 老子可不想失控 也不想嘗試 所謂的溃縮截肢 唉唷 日系車真的那麼可怕 到底這些留言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今天帶著大家 來解這個都市傳說 到底誰比較安全 好 首先我們要破解 這個都市傳說 就要先來了解 到底安全的標準 從哪裡來 我們要參考A網友說的 還是B網友 還是C網站呢 都不是 車輛到底安不安全 其實就應該要把它量化 數據化 進實驗室出來 變成數字或者平等之後 才可以互相比較 那我們就要非得說到 最近大家一定非常熟悉的NCAP 其實NCAP它不是一個協會 它也不是一個單位 它是一個縮寫 它的中文叫做 新車評價計畫 這個最早是在1979年 在美國汽車市場出現的 它主導的協會是 美國汽車高速公路安全協會 來主導 那就是針對汽車廠商 推出的新車 做的一個新車評價計畫 那之後呢 這個NCAP的評價系統呢 逐漸的被各國所採用 在不同的國家 就會有不同的NCAP 比如說 EURO NCAP 歐洲的 JNCAP 日本的 甚至還有澳洲的 有韓國的 那當中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EURO NCAP 因為它的規模非常的大 它的碰撞測試呢 也非常的詳細 非常的緻 所以它成為各國的 NCAP 當中的佼佼者 很多國家都會參考 它怎麼做的 那哪些實驗 我們也可以加 或者是哪些數據 我們也可以增加 所以 EURO NCAP 是非常權威的一個單位 那很多網友都會問啊 那宜辰 我開的不是進口車 我開的是國產車 那怎麼辦 沒有錯 很遺憾的目前台灣呢 目前沒有NCAP這個單位 但是台灣有ARTC 不過呢更遺憾的是 碰撞測試的結果 廠商可以自行決定 要不要公開 另外ARTC 碰撞測試的結果 它只有分 可以上市 或者是不能上市 那基本上 通通都可以上市販售 另外剛剛提到的 EURO NCAP 非常權威的這個單位之外呢 在美國其實還有一個單位 叫IIHS 這個單位其實跟美國的 NCAP不太一樣 它是由民間機構自行發起的 它是由保險公司來做運作的 它是非營利的 而且它一樣用匿名的方式 在市場上隨機購買 已經在當地上市的車輛回來碰撞 那為什麼說它非常有公信力呢 第一個 因為它第三方單位 而且它是保險公司 它必須要跟車商做制衡 這個關係與它的理賠金嘛 那另外一方面呢 非常著名的就是IIHS 它的偏位撞擊 25%駕駛做測 碰撞測試 把所有的壓力都集中在 車頭的1 2分之1 所以你要通過它的測試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不管是EURO NCAP 或IIHS 它們兩個的數據 都非常值得 全世界的買家來做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就用 EURO NCAP來做一個典範 來告訴大家 它到底都做了哪些測試 首先呢 我開啟的這個網頁是EURO NCAP 它評鑑的標準呢分為四大項 成人的 兒童的 或者是大家都沒想到的 針對路人 甚至還有比較先進的安全輔助配備 這樣講大家可能有一點聽不太懂 雖然它點進去有很多的細項 但是我實際找了一個 碰撞測試的影片 大家一起來看一看 它的測試呢 包含了前方的撞擊測試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 前面有一個箱體的結構 但是它做的是一個 40%的偏位撞擊 那這個箱體結構呢 就是模擬你在撞上去的時候 對方的車尾 那在碰撞的這個情形之下 你的車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那另外各位可能從來沒有想過 當發生碰撞的時候 其實你的頸椎會發生一個 甩邊的效應 就是這個 撞擊之後 你的頸椎可能會受傷 那針對這個部分 它也去做了測試 唉唷 你看看 突發狀況 它也是euro endcap的測試的項目之一 所以我覺得它 所有設計出來 你看突然出現的 買菜的upper有沒有騎過去 唉 這個是不是偏見啊 反正騎腳踏車過去 突然出現的這些人 所以我覺得它測試的項目 其實非常接近我們的日常生活 這也是為什麼euro endcap 會成為大家的模範的指標 參考的標的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接下來很殘忍囉 我們就要開始帶著大家來破解這個都市傳說 開始日系車跟歐系車的大PK 接下來我們就要選出 歐洲車代表跟日系車代表 我們直接來進行PK 我想歐系車 我選的是Volvo 這一點安全性應該是無庸置疑吧 大家都叫它瑞典坦克 路上坦克 那Volvo原廠自己也宣稱 在2020年的時候 他們想要達到的是 Volvo做出去的車款 如果發生事故了 2020年喔 要臨傷亡的目標 他們算是歐洲的安全達人 安全狂魔 這一點應該是 沒有人會反對才是吧 所以這邊呢 我會選出Volvo 當成歐系車的代表 哇 對手相當強大 日系車的話 我選的是 SUBARU作為代表 講到SUBARU這個廠牌 大家可能會想到的就是 全時對稱式四輪驅動系統 又或者是水平對臥引擎 那這個四輪驅動系統呢 雖然沒有實際的實驗 或者是報告顯示出 它在實際駕駛中 可以輔助駕駛人的安全 它可以更安全 沒有這樣的報導 但是實際駕駛起來的感覺 有開過四輪驅動的都知道 不論上山 下海 下雨的時候 在彎道上面 或者在加速的感受上面 的確比較不容易打滑 我想這個部分 對於駕駛人的 心理層面上面 也可以放得比較輕鬆 也是另外一種安全性的提升 所以SUBARU不只是拉力賽 不只速運驅動 不只水平對臥引擎 對我來說 我一入行到現在 SUBARU有一個特色 行路打開 它一定會強調 它在碰撞測試上面的成績 據我入行到現在所了解 SUBARU的成績 嗯... 印象中 似乎是很不錯 所以我會選 VOLVO跟SUBARU 歐系代表 日系代表 直接來PK 所以現在 網站我也開好了 直接我們找 URO NCAP 它的直接的成績 我們現在來PK了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VOLVO 2018年 在台灣也有上市的 XC40 星星數是五顆星 完全不意外 意料之中 因為VOLVO的車就是非常強調安全 我們來看一下 它細部 它的成績怎麼樣 成人成員 哇 97%啊 滿分是100%啊 它得到了97%的保護 兒童成員得到了87% 針對路人也有71% 安全輔助系統是76% 應該是不錯的數據吧 的確歐洲車真的是滿安全的 但是日系車呢 嗯 其實我跟各位一樣 首先想了解的當然是當家花旦 森林人 但無奈URO NCAP 只有2012年的碰撞成績 測試年份跟型號有點久遠 不足以當作參考 等一下再從其他單位調查看看吧 我們就先看看SUBARU XV 在URO NCAP的碰撞測試成績如何吧 毫無疑問5顆星 因為我記得SUBARU幾乎每一台車都是5顆星 這一點真的是沒有什麼好質疑的 但是重點就來囉 下面的數據表現怎麼樣 成人的話94% 比對一下 輸了一點點 兒童成員是89 欸 贏了一點點 XC40是87 路人的話 喔 84 XC40是71 安全輔助的話68 XC40是76 其實一來一往之間啊 平均下來似乎是差不多的 XC40的速度輔助系統它有了2.5 座椅安全帶提型2.5 車道輔助系統2.3 針對前方的預防碰撞系統2.7 幾乎快滿分了耶 難怪它會這麼高分 我們來看一下SUBARU的 難怪它會差一些 因為它沒有速度輔助系統 它這個部分是0 但是座椅安全帶提醒3分 滿分 車道輔助系統2.7分也快滿分 輔助煞車系統2.6分也是快要滿分 但是它的項目就沒有VOLVO來得這麼多 有沒有還是有差 所以分數一個是76% 一個是68% 那以我自己試駕的經驗 VOLVO的PILOT ASSIST 它在所有試駕中的車款 的確它在設定上面是非常靈敏的 那在整個操控上面 不管是高速市區 我覺得都非常好用 算是歐系車的一個很好的典範 那SUBARU的話 它搭載的這個輔助安全系統 叫做iSight 它的iSight是擋風玻璃 人家都用一具攝影機 它用的是兩具攝影機 就有點像人眼 這是它的特色 人眼為什麼看東西會有距離感 是因為我們有兩個眼睛 可以分辨出前跟後 那iSight為什麼叫iSight 眼睛嘛 眼睛就是兩顆 所以攝影機就是用兩顆 再用雷達輔助 它可以做出立體的 或者是有距離的判斷 它的判斷能力可以更好 所以在iSight分數上面 我覺得表現也是滿不錯的 日本車的典範 另外就是有人說到 為什麼XV 它的碰撞測試結果 也可以得到高分 那原因很簡單嘛 就要回到它的板金 回到它的車身結構 一定就是因為它用了 很高鋼性的鋼材 所以碰撞起來 才會非常的漂亮 然後XC40更不用說 它絕對是硬到爆炸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我找了一些截圖 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圖是Volvo V40 它的車體結構圖 但是我剛剛找了很久的資料 我發現Volvo 它會露出它的車體的結構圖 但是它不會有多少M part 不會有任何的數據在上面 所以我找了其他的歐系車款 現在各位看到的圖片 是Odit Q5的車身結構圖 用在B柱以及底盤主要結構處 綠色的部分 是高達1600M part的超高強度鋼材 總共佔了整體結構的9.1% 紅色部分是1000M part的高強度鋼材 使用了3.3% 1000M part以上的高鋼材 總佔比是12.4% 以強度數據跟佔比來說 是非常旗艦的配置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SUBARU的車身結構圖 在新世代的SUBARU車款 用上的是SGP 模組化底盤結構 最高強度鋼材數據 只有到1470M part 佔總體結構7% 980M part高強度鋼材使用3% 高強度鋼材總佔比是10% 對比Audi Q5有明顯落差 但在Euro NCAP的碰撞測試分數 IMPRESA的綜合分數 卻遠高於Audi Q5 甚至對比今日的大魔王 路上坦克Volvo 也是不遑多讓啊 由此可見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果 其實車輛的結構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更不用說板筋 板筋只是車體的一層皮而已 有些人說輕輕一按就凹下去了 但是這不代表什麼 甚至有些車輛 它的車的板筋是用塑缸 摸起來像塑膠一樣 但是這不完全影響到 車輛的安全 那麼以上這些呢 都是在Euro NCAP可以查到的公開資料 日系車對上歐系車 但是現在這樣就結束了嘛 我覺得好像還不夠 資料不夠多來佐證 接下來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個歐系車代表跟日系車代表 它的獎項怎麼樣好了 歐系車得獎 我覺得大家可能覺得習以為常 不是什麼稀有的事情 例如說 Volvo XC60 在2017年Euro NCAP 獲得極具最安全車款 嗯 不愧是瑞典國寶 SUBARU在主場 日本表現也相當亮眼 XV跟Impreza 在2017年刷新JNCAP 史上最高分之外 2019年更獲得日本JNCAP 最高安全評價 兩者都可以說是相當出色的安全模範身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討論獎項的時候 雖然歐系車跟日系車都有得獎 但是有出現了一個盲區 前面有提過一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Euro NCAP跟JNCAP 基本上它的分數是沒有辦法互通的 所以他們所得的獎項呢 好像也有一點平行時空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沒有關係 獎項比完了 對 同樣都有得獎 我們接下來來比 看看其他的第三方單位 今天都還沒有逛到IIHS對不對 首先先教大家IIHS怎麼看 例如這台車 我開的是2019年的美國車雪佛蘭 下面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碰撞測試是什麼項目 當然你也可以點進去看更詳細的內容 它有一個評價表 綠色就是好 黃色就是可以接受的 橘色就是邊緣快要不及格了 紅色就是比較差的 你一樣可以自由地逛自由地找 你有興趣的車款 但是接下來我要找的是這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黑牌跟金牌 我常常在試車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提到說這台車獲得了 Top Safety Peak Plus 它就是IIHS選出來的最佳安全首選 我們來看看獲獎者有誰好了 要找到這些資料很簡單 你也可以跟我這樣做 首先開啟IIHS的官方網頁 點選Award Winners 再選擇最新2019 Award Winners 再把只要看Top Safety Peak Plus打開 就可以開始來驗證這個都市傳說 2019年截至7月16日 總共有40台車入圍了 Top Safety Peak Plus 其中美國車入圍了一台 歐洲車10台 韓國車15台 日本車有14台 不過更讓人在意的是 Subaru就佔了8台日本車的名額 台灣所販售的 Impreza WRX Lagacy Allback 甚至台灣消費者非常喜愛 也相當受到重視的Forest 也都榜上有名 另外這次主要比較對手 大魔王Volvo 唯一入選Top Safety Peak Plus 居然只有XC40 其他入選歐洲車 則由EA、2B所包辦 我想這樣的入選名單 是讓人意想不到的 怎麼樣各位 這樣的結果 有沒有顛覆你的思維 有沒有 有沒有 頒證你的刻板印象 有一天阿嬤 開開心心的出門 要看孫子 喔 我要去看我的孫子 希望喔 可以安安前前的出門啦 沒有怪我們要遭受喔 你們怎麼撞到 好家債 後面的車沒有撞到耶 是什麼車這麼厲害啊 一定是歐洲車 我看一個 唉唷 是日本車 怕是人家嘛 哈哈哈哈 那是跌倒嗎 好的 經過今天的影片結束之後 大家有沒有覺得 心中的那個刻板印象被改變呢 經過我們今天的實證啊 用我們的方法啊 交叉的比對 相信你之後看另外一件事情 一定可以更公正更客觀 希望今天這一則影片 也消除了大家心中的刻板印象啦 那就是歐洲車不一定比日本車安全喔 今天日本日系車的代表 Subaru 我相信就是一個很好的安全典範 希望最後啦 希望台灣趕快有自己的TWNCAD 如果有這個單位成立的話 在台灣購買國產車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更好的參考指標 你們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迷思 不同的都市傳說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也請各位訂閱 全面紅色吧 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有趣的影片 第一手時間就會收得到 記得要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喔 我是逸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你不要去台北啦 請你不要去台北啦 阿嬤不行啦 我一定要不要去台北 我…我… 車怎麼停下來啊 公孫的 因為你的車有要塞啦 阿…你終究要放育 啊… 這什麼鬼劇情啊 我…